人心这东西,既复杂又简单,复杂起来比铜墙且壁都硬,简单起来却又比窗户纸还薄,一桶就破,那如何才能让人心简单一破如宝纸呢? 可莫历史上那些善买人心的人,你会发现他们总能巧妙地触碰到人心的最远处或者最痛处,要么会痒,要么会痛,这是人心的两大漏洞,认凭他是什么样的人,处在什么样的境遇, 这两个人心梦动无人能躲,这其实就是人心里头活着的最本能的人心,咱们今天要点读的就是这样一段,关于收买人心的江湖故事,一段关于上海滩青帮大亨度远生的就是传奇,上世纪一二十年代,真正称霸上海滩黑到江湖倒是毒枭,说白了,谁在当时的烟土生意上,处于霸主地位, 谁就是上海滩真正的老大,起初,以黄金融为首的三大亨,在烟土生意上,几乎是没有任何万量的,这跟当时上海滩的租借格局有关,也跟主事大哥黄金融的赡月眼界有关,杜月生领贤的三星公司横空出世前,称霸上海滩烟土生意的,是以沈青山为首的一帮人, 当时的上海坛称,这帮人叫大巴鼓党,大巴鼓党之所以能早期称霸,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干得早,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遗伤的公共租借面积大,人口多,占据着各地原优势,当时大的烟土型,基本也都集中在公共租借,消行之下,黄金融一帮一帐的把租借就不行了, 不仅面积小,人口少,而且本土基本也没有像样的烟土型,加之黄金融本质上属于混接头的流氓,胆诗谋略不足,所以很长时间,他们也见这块肥肉,只是有机会就去抢一下,没机会只能干得面流口水,总之不成气候,然而在后期之秀杜月生看来,他要想在上海滩真正崛起,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, 否则他顶多能从黄金融的小跟班混成大跟班,想戏还颠覆格局根本不可能,可挑战大巴古党,这一当时的黑毒剧无法,谈何容易,那杜月生究竟是怎么干的呢? 为了灭掉大巴古党,日后的杜老板主要靠两手,一手吃聪明狡猾地下狠手,另一手则是博弈厮杀的同时,等待一招毕命的机会,篇幅所限,咱们今天只聊杜老板的这第一手,也就是成立所谓的小巴古党和大巴古党正面厮杀, 聪明狡猾的自杀,为什么要强调杜老板的正面自杀,很聪明很狡猾呢? 那是因为杜月生从一开始就知道,叫板具无法的刀子不仅要锋利,关键更要尖锐,手里的刀子只锋利,为根结底那是硬拼,只有刀子既锋利又尖锐,方才是高明的给强敌放血,因此,笼络了六七个善厮杀,赶拼命的小兄弟后,杜月生没有急于出手,他知道,到打出手前把刀摩剑这一环必不可少, 怎么把刀摩剑呢?很简单,终笛营中收买人心,利应外合,说到收买人心,第一个要逃的就是人的嗅觉,在这方面,杜月生无疑是枭雄的水准,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杜月生是怎么嗅人的,此杜月生在黄金荣门下越来越受重用,黄金荣一般和沈青山大巴古党江湖场时的事也就渐渐的多了起来, 不久就出了这么一档此事,两方人同时盯上了一个鱼蓝可伤的八包鱼土,这八包鱼土先是黄金荣的人得了手,不料抄回运的时候,沈青山的人来了个螳螂舞产,黄雀在后,于是一场半的抢石厮杀就这么上眼了,恶战之后,八包鱼土让沈青山的人抢走了,黄金荣的人呢, 则绑了沈青山的一个强图小兄弟,照当时的江湖规矩,双方拯救要谈判,杜月生就是随后出现在锯榜茶楼里的谈判人之一, 而沈青山一方派出的谈判人,就是后来被杜月生收买,加入小八古党的谢宝生, 两位谈判人在锯榜茶楼落座后,首先开枪的是谢宝生,他说,那八包鱼土,是从我们公共租借运过来的,我们派人一直跟着,正打算动手的时候,你们的人却场先动了手,按说,割杀打猎,剑桥有份,你们来厂道也没什么,但榜人就坏了江湖规矩,所以你们的榜人,要陪礼,杜月生接过谢宝生的话说, 这实在是一场误会,实不相来,这批云土从云南一上路,我们就知道了,并且一路不到了上海,光观不断他家财路,不能说从你们公共租借过就是你们的,大家都在上海谈火饭吃,有话好说,土人也好放,只是这八包云土必须原封归怀,如果非要针尖卖忙,结果能怎样,只能两败致伤,对谁都没有好处, 所以不如借这事,大家交个朋友,你交土,我放人,来日方长,谢宝生听了杜月生的话,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个道理,可就在谢宝生接着要朝下说的时候,杜月生已把五块大洋摆在了桌面上,杜月生说,家里总归要有人情才好讲通, 这点小意思,请现兄收下,全帮卖兄弟一个人情,结果,谢宝生把这五块大洋收下了,表面上看,杜月生这是在日落求和,拿钱攀腰倒,可事后看,杜月生送这五块大洋,其实是投石稳路,大埋伏,一个人的情商智商, 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分出高下的,你觉得没必要,不应该,不好做的时候,恰恰可能是别人身段柔软,投石问路,一举多得的时候,总之,杜月生在解决麻烦冲突的同时,用这五块大洋,把谢宝生吃了个一清二楚,用这五块大洋打底后,杜月生心中有数了,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,上海开逃口场里,收买人心的一幕,正是在杜月生的枭雄始终很小,但只要乱及杜月生的黑道风云,此一小时却总要被说到,为什么,因为这里不仅有杜月生,来看似简单,却又很难说清楚的收买人心之道,而且还有杜月生那一分钱花出十分效果的江湖道后,回到逃口场,逃口是当时,上海 他刚火包起来的新鲜玛丽,杜月生猜测,像谢宝生那样的人,赶上这时,忙应该没那么快,约谢宝生来逃口场,杜月生是刻意安排小八古岛头号人物,顾家长开车去接的,顾家长领着谢宝生,在逃口场下车的时候,杜月生已公后在了门口,这小小的一个安排,感觉逃口场就跟他杜月生主场似的,见到谢宝生, 杜月生把话说到很是轻描淡写,没别的事,就是约兄弟出来开开心,碰碰头,句一句,一番过场客套后,身穿彩色好衣的十二只狗,随即在刀口场里狂奔起来,杜月生一边跟谢宝生,说着刀口场里的杜博规则,一边认识友派的从皮包里,掏出了一张六十块大洋的装票,然后,杜月生说,这样吧,加糖, 每号买五块钱的,六十块大洋在当时不算小钱,但也得分在哪种场合,在跑狗场,一把随意的甩出六十块大洋,十二只狗通买,照今天的话说,杜老板这土好装的,不仅很会挑场合,而且很有说服力, 果然,谢宝生有些看傻了,就在这个时候,杜月生开枪了,谢兄不要误会,这里,我也不是常来,今日难得有空约谢兄来玩一趟,所以,要玩个痛快,说完这句假篇虚称台面的话之后,杜月生把一叠彩票,这就递到了谢宝生手里, 这些彩票,每只都押了五块,总有一只会中投彩,就送给谢兄,算是讨个体力吧,啥是能人心的养处,杜月生这一手就是典型,换做其他场合,直接塞六十块大洋,未必就能让些宝生感恩戴德,但在这跑狗场里就不同了, 好赌想赢钱是所有江湖中人的养处,想一个子不掏的赢钱,更是江湖中人的养处,这就跟在赌桌上赢一万,永远比别处受一万更过瘾一个道理,况且,杜月生的这六十块大洋,金袍狗场,金袍狗场里的彩票这么一发酱,拿人心的效果,不知已搬出了多少倍,拿着这些彩票,看着在场内狂奔的赛狗,又稀奇,又刺激, 可以这么说,到这个时候,江湖小兄弟谢宝生,就算是让杜月生拿下了,这么一个干甩票子,获起来有实力,玩起来有派头的带头大哥,拿鱼找去,收买人心的小戏码进展到这里,对杜月生而言就差一个收官了,随着十二只狗跑过终点,跑狗场内升起重奖不够牌,杜月生站了起来,谢兄,这跑狗看着还算过瘾, 我这里跟把国人换的熟,进场门票有的是,待会让家堂兄弟给你备一些,我这里还有些事,就不陪谢兄了,家堂兄陪你接着玩,咱们后会有期,往后一起发财,说完,杜月生客客气气的先告辞了,做大哥的先走,留下小兄弟坚称兄到底,联络感情,更进一步, 这种先来先走的江湖做派,不仅是给对方洗礼松宝,也是让对方尽兴之后再无法念,就这样,谢宝生加入了杜月生的小八股党,有了这一笔意外合的关键棋子,杜月生随即在上海,他掀起了一场,针对大八股党的血雨腥风,向守之准,形势之痕, 大八股党癌的门棍,是一记中国一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